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的一份奖品 我们下面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背景 最近河北省政协委员吕铁园呼吁 放宽小学生入学年龄 改为按照入学年减去出生年等于6 就可以上小学 好处在于 一是从9月到12月出生的幼儿 可以避免成为幼儿园的复读生 二是避免导致产妇 在9月1号之前集中进行抛妇产 以及学校非正常入学比例增加等社会问题 实际上近几年两会期间 不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这一类的议案和提案 去年3月4号 全国人大代表傅琼华就建议 应该放宽小学入学年龄限制 把小学入学年龄规定 从当年的8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 调整到12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 据了解早在2011年2月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表示 学校在优先接收和保障 年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之后 有学位空缺的情况之下 可以考虑接收即将年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 这就是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的一个建议 就是应该把这个小学生的入学年龄的这个规定改一改 放宽一下 老受局的他这个提法有没有道理 我是个人非常支持把这个年龄放宽 但是呢在放宽的基础上跟那标准上来 这位委员我觉得个人觉得还不够科学 还那标准还不够理想 因为教育是个很理想的事情 他要有前瞻性 讲究因材施教 对对所以我比他还彻底 如果要放宽不是像他说的 只考虑到说那些什么9月到12月的 你只考虑到好像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是聪明过人的 我们要看到现实的另外一面 你看完左边看右边 那些比较弱的比较差的比较慢的孩子 那么如果一样到年龄 你就真的能允许他就这么上学吗 哪怕是到年纪他也不太适合上学 对所以我说的放开放松呢 他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机制 一个自立跟行为管控能力的一个考评 中和考评机制 那么你迟了半年的你达标了 你OK你进来 你虽然到了但是你还不达到这个考评 我也觉得说这个委员呢提出了个提头很好 就是放宽入学年龄 但是他的标准有待商榷 就是还是以时间为年龄限定 就是以孩子的年龄为入学 就是说思路没变化 对还是没有变化的 那我在我觉得教育当中一个最讲究的就是说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发展水平适合了读小学的水平 那么你就来读 如果你的发展不适合 那么你就不要来读 应该在幼儿园在入学到入小学的时候 设置一道门槛 要搞一个评估 对 我明确反对 我觉得这个都不太多 说白了这个年龄不年龄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规则设定的一个问题 它这个在科学的角度 它肯定是结合了所谓的身体 心理 还有社会承受能力跟家庭的一些相关因素 那这个科学的因素我们不去探讨 但是从这个规则的设定上 它其实就是考虑好了一个怎么样子 今天我们在讨论 9月1号到12月31号的要放开 那是因为考虑到可能8月份 什么有的人要急着把孩子抱出来 或者说考虑到有些人为了这个读书 而去做很多的手奖 但是我们要再说一点点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9月1号跟12月31号 讨论放开了 好 明年下次再来讨论就是 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或者到1月5号是不是也要放开了 又可以萌生出新问题 我觉得就很简单 规则你制定好了 就按这个规则来执行 大家可以接受自己去调整就行了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呢 就是规则啊 一旦确定就是应该按照规则来 这个规则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一个尺度 所以说也不存在说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个呢就是显然也看出 大家对这个问题分歧还是比较大 就比如说你要是放宽的话 究竟该怎么放宽 该怎么来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会不会引发出一些新问题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 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 许多政协委员强调 首先对周年的理解 时间应该设定为当年的12月31号 第二采取致力发育测试和行为检测 相结合的方式 对9月1号之后半年内 年满6周岁的儿童进行综合测试判断 制定相应标准 符合条件的准于入学 对下一年1月1号到2月底 年满6周岁的儿童 也可以采取这一方式 对此有不同意见者认为 这些做法不具备操作性 不利于学校管理 同时也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 不利于孩子成长 不过支持者则表示 相关部门不能只关注 过早入学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影响 更要关注应该入学 而未能入学对孩子的心理造成的伤害 应该说这个纠结的方面 包括两方面 一个就是孩子过早入学 有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和发育 可能是不好的 另外一种就是担心 如果是过晚 他已经适合入学 但是他没有入学 这个会不会对孩子的成长 比如说延误了他的成长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样的问题 是的 这个孩子的年龄 跟他的智力水平 还有他的行为能力是随着发展 应该匹配的 对 匹配的 那我们也教过这样的学生 就是他提早入了小学 之后到初中以后发现说 他的很多习惯在小学没有养成 比方说动作太慢 比方说他的社交能力比较弱 等等这些的发生 都跟他入小学的时候 他的年龄不太适合有关 所以呢我们在考量 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上 就是你考量入小学的标准 如果你单纯的以年龄入的话 就是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差异 这就是教育变成割韭菜 一刀切 反正你是不是行不行 你全来 但是我们也经常说到一句话 就是小孩子的可塑性特别强 他的这个学习能力 也都一般来讲都特别强 但凡是到了一个 大致的年龄段的时候 哪怕是这个孩子之间 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这个差异 有的时候通过共同的学习 或者是训练 很可能很快就能够弥补上 曾经出现的这些差异 这个不是对一些 比如说提前入学的孩子 年纪稍微小一点 也完全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为什么要改变这个 这个评估的标准 或者说是上学的一个年龄的标准 就是因为有特别聪明的 但是他年龄没达到 或者是有那些已经达到 但是他就是明显具体的 对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其实你到一个 现在的压力那么大 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 对不对 你一两个特别糟糕的 那老师怎么去应付 你会影响了其他四十几个孩子 你又没想到这公平吗 对不对 那四十几个孩子的家长 没意见吗 对不对 然后你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给学校 这明显的是不合理 就是担心会不会拖这个班级的后腿 但老师我跟李老师举的 都是一个比较特例的 比较特殊的例子 而不是说一个大部分的一个例子 其实你们都说 这一刀切好像非常不好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 我可能也算受害者 我小孩是十月份出生了 那我的感觉 我可以让他快快乐乐 再多晚一年才去商业会员 因为他比别人要晚一年商业会员 但事实上你们在说 如果那一刀切如果不好的话 那如果多刀切呢 多刀切就像刚才老师我提出来说 要根据种种什么自立能力 什么行为能力 这些再来设定的话 那是不是未来 还要出现一个很大的机构 重新来设定一个 完整的一个评判标本 那这样子的话 是否会很浪费资源呢 而且这种我们之前设定的规则 是不是要整个重新再破坏呢 这个我觉得他是要更考虑 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规则 如果要修改的话 要一个大的变动 首先付出的是一个成本 这个成本有可能是很大 也有可能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可以承受 但是我们要评估这个成本 就是这个成本 我们值不值得划算 我们来关注一下 目前场外的互动的情况 一位素妈说 早就该放宽了 赞同可以延后 不能够提前 否则以后孩子可能会过早地受教育 就是赞成放宽 但是他赞同的是可以延后 你不能提前 就是宁可稍微晚一点 你不能提早上学 他认为是这样 黄坚定说不支持 目前学位如此紧张 想早读的一拥而上 会加剧这种教育资源 学位的紧张 这个李老师你觉得会紧张吗 不会 不会 就是那个词嘛 说的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 如果你今年他总数是摆在那的 他怎么可能会紧张 对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黄坚定 你要想想猴子是怎么分析标的 小周说早学习早工作 缩短教育的年龄 增加社会的实践 培养工作能力才是硬道理 还有一个是双人行 他说必须不支持 坚决反对 放宽条件能够缓解的只是一年的问题 明年不是类似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提案 就是大家的看法还是有不同的一些地方 那么大家在收看节目的时候 可以随时通过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来参与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兰公司 所获得的提供的一份奖品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会不会加剧这个有限的 或者说比较宝贵的教育资源的景象 刚才李老师说 您说不会 李老师觉得不用 因为整个的这个教育资源 或者是这个孩子的人数 就是比较相对固定 相对比较稳定的 他不是某一年突然孩子突然爆发 而且他即使说早上学或者晚上学 他的差距也不会说一年两年 不会差得很多 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是在你们之前提出来这种修改了 或者说把这个年限变化了的 这个规则下的 想的这个不紧缺 因为你说的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就是 好的人能上 不好的人可以减下来 那这样叫做平衡 但是我们应该理解的是 如果这个规则是掐到8月31号这条线的话 那么其实总数大概多少是基本是固定的 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不管怎么样子都得让他录这个 录这个小学这个校门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出现 如果9月份的也往上挪 10月份的也往上挪 对不起 资源是肯定紧张的 我们一直都出现很多资源紧张 那你说的什么6月30号 8月10号也好 这其实不是问题所在 因为科学它制定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种人的特点 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教育不断的发展 然后我们现在确定是在六周税 对不对 然后以8月30日为标准 那么这是已经有一定的大数据来测试了 那么好 如果你改天要把它定为说 要用这种新的方式 我还是一样要抓取一个日期 6月8月30号 但是我在这个日期情况下 你如果是到12月30号之前的 你可以来测试 如果你可以的 你一样来读 那么我同时要设一个门槛 你如果一页到8月的 对不起 如果太差了 你还是 等于说我们确定一个 这个规则付出的成本 社会成本估计会非常巨大 一定要考栏 另外刚才两位都提到 这个智力的一个评估问题 那么这里面有人就有疑问 比方说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接受 公办教育 义务教育的一个权利 权利是每个人都平等的 但是如果里面引入了一个 所谓智商 或者是其他综合能力的一个评估 有人就担心 你这里面经过评估 说有的孩子 你适合上学就上学了 有的孩子说你不适合上学 你回去再等一年 或者说是怎么着 那你这里面有人说 会不会涉嫌这种 所谓的智商歧视 对权利是不是一种伤害 我一样是给你九年 读九年的义务教育 只是你迟了一年 就是说你晚一年 来享受你的权利 你一样是享受 这九年的义务教育 晚一年就会闹了 要不然大家为什么会了 今天聊这个话题呢 你六岁来读得会晚一点啊 你还是要加酒下去 对不对 你能接受你十八岁考不上大学 十九岁再考 二十岁再考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 我七岁在读小学 或者八岁在读小学 换个角度想 有点像坐这个公交车 或者是坐动车 这一趟车没赶上 不要紧 还有下一趟 反正是由你坐的 而且有你的座位 我们稍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提味头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提味头 说到对原来的小学生 入学年龄的规定 有人吐槽 它里面有两个问题呢 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就是 在每年的八月份 都会造成一大堆的妇女同志 去做抛妇产 为了赶到九月一号之前 把孩子给拿出来 第二个吐槽的点 就是认为说 它存在着入学年纪上的一种 所谓不公平 那么究竟该怎么来看待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 根据政协委员的调查显示 为了让孩子赶在九月一号之前出生 每年的八月底 都有大量产妇 会要求住院提前抛妇产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未足月的抛妇产 这不仅给医院带来压力 对整体生育质量 也有相当影响 如果适当放宽 小学入学年龄 能够有效降低 提前抛妇产的比例 减少幼儿园频频出现的复读生 另外 有些家长通过关系 让孩子在按年计算的六岁上学 这实际上造成了义务教育 在入学年龄上的不公平 比如孩子是九月一号出生 与有关系的家庭 当年十二月出生的孩子相比 一个是五岁八个月上学 一个是七岁整上学 使得两者之间入学年龄的差距 达到了一年四个月 这就是大家集中吐槽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说这个所谓集中的抛妇产 过去这个规定导致 八月份是一个抛妇产的 一个所谓小高峰 为了赶到九月一号之前 把孩子给搞出来 如果是搞了一个新规之后 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哪有什么解决不解决 八月三十一号卡了一条线 八月份出现一个高峰期 改个新规九月三十二 那就是九月份又是高峰期了 如果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十二月份又是高峰期了 这不是等于是像一个 递进式的雪球式的 一个玩的游戏的规则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方式 才真正有希望来改变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调皮 如果班上有那么两三个孩子 就是智力比较差的 然后行为规则比较差的 那我们就是会取笑他 那时候小孩子很坏 就是说他是名乃化叫做 没有煮熟的鸡蛋 那么如果你有这种 综合考评的机制 那么你各位家长 你仔细想一想 你如果急着把没熟的鸡蛋 给掏出来 那么到时候说 对不起 你某一方面测评不过 你还是等一年再来读嘛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急着掏那个蛋吗 其实老时候的意思 应该我相信家长也懂 家长也懂得说 急着把它带出来的话 估计没准在市场跑得 反而更慢了一点点 对不对 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会懂 现在只不过说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规则 定在这个地方 那规则来说 你可以批评这个规则不科学 但是你没法说 这个规则不公平 因为规则是大家都在接受的 所以这个当时 不同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另外可能有一些这个 比方说一些写这些提案的人 是不是忘记了一点 就是说你现在解决了八月份 是一个抛股产的高峰 那你搞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可能是十二月份 又是一个高峰 对 他们可能忘记了一个常识 地球是圆的 而且在自转 这是一个常识 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 这个所谓时间上的公平 林老师你觉得 很多人在吐槽 就是说这个 如果是不好好改变的话 可能这个孩子 如果是早上学 或者是晚一年上学 中间能差一年多的时间 你觉得这里面 存在不公平吗 我觉得刚才 就顺着康康先生讲到的 所谓公平 我们经常拿到一个图举例子 一堵高墙的时候 三个不同高度的人 去看这场球赛 你给他垫在脚上 垫在同样的高度 高个的人能看到 矮个的人依然看不到 中等个的人只能垫脚看到 真正的公平是 根据他们的身高 让他们都能够看到 这场折的前段 才不同高度的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根本的原因 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 设立着不同的班 一个就是 普通的孩子的入学班 像我们在台湾考察的时候 台湾就有一个 开治一班 开治二班 它就是根据你智力水平 达不到同龄的孩子 但是你要跟这些孩子 一起读书的时候 那么你就在不同的班进行 但是这个我插一句 会不会对孩子那种 幼小的心灵 造成一些阴影面积 如果你的大的社会当中 我在开治三班 明显的就是比较笨 开治一班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开治三班的孩子 一直都跟着普通的孩子 他什么也学不会 反而更痛苦 你不是更糟糕吗 如果我这一班 虽然是少十个人 但是我们水平都相当 我们十个很快 十个人 对不对 你如果是一个人 在一个三十个人当中 那你更糟糕啊 是啊 反而他什么都跟不上的话 他更大 但是我们大陆的很多家长 总觉得说 这个孩子啊 要跟着这个最好的班 跟着最好的同学 跟着最好的老师 才能够说 对我孩子以后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根源 就是家长 整个社会的心态 就是一种焦虑 什么都要超前 除了死不超前以外 其他的都要赶到前面去 上学早 平直撑早 入大学要早 结婚要早 生孩子要早 对 什么都要早 有一个段子 说我们中国人一生下来 就开始各种抢 抢 对 是的 抢着去受教育 我觉得这个心态 抢着上去幼儿语 既然社会现实 是这种状况 我们作为一个 我是建议说 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专家 你应该超前的意思 然后更理想化 因为我们要有 哪怕今天现实达不到 但是作为专家 你一定要有一个 更好的眼光 设定一个更好的目标 至少我们知道 朝哪个方向走 对 而且刚才 李老师还说 除了这个死不着 不抢的话 其实有一句话 也说也在抢 有那句话 说得非常好 说前面无非是坟墓 为什么各个形色匆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互动平台的这个情况 有一位朋友 是这样的 三叶 他说光阴四溅 人生很短 对家教好 智力超群的儿童 不妨可以早入小学 从而早日完成学业 服务社会 这就是一个心急的 还有一位朋友说 不支持放宽 孩子的成长 有其自身的规律 六岁入学是经过长期实践 检验过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教育的规律 大家觉得说 这是应该一个问题 是适合多数孩子 不能因为少数的天才儿童 而改变了这一规定 还有一位说不建议放宽 因为一个年纪内的同学 年龄的差距不宜过大 不宜过大 就是说大家的年龄差距 最好不要超过一岁以上 是这个意思是吧 还有一个阿贵说 这是为难小学第一年级的老师 六岁的已经就很头疼了 现在还要更小的 比保姆还保姆 反对提前数学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问题还是要慎重一些 那么在节目 直播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屏幕上 提示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一份奖品 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着急 这个着急这个问题 恐怕一时半会儿 可能我们大陆的朋友 也好像是慢不下来 整个社会都是在高速运作 但是李老师你觉得 如果是我们想把这个问题 做得好一点的话 小学入学的年龄大小 真的对这个小学生的发展 是很重要吗 越小越好 不好 这个我还是强调的 就是合适的 就是最好的 每个个体友是有差异的 这个六周岁呢 是专家根据的整体的调查 当然这个数据也符合 大多数情况下 它就像刚刚讲的 你总得有个时间段 告诉大学你合适 你是八月份 因为为什么是八月份 因为我们九月一号开学 这个很简单 如果我们一月一号开学 那它可能就定在一月一号 它是根据我们的 开学日期而定的 可是对于个体而言 包括嘉宾 包括很多孩子们 想到的 母亲想到的 都是让孩子提前入学 如何如何 其实我个人想到的更多的是 很多孩子可能不适合提前 在正常内入学 他要延后入学 这个是很多家长没有想到的 也就是说 他的孩子的智力水平 或者说是社交能力 没有达到大众的平均水平 那他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脸面拉下来说 我在读一年幼儿园 我或者在家里再晃荡一年 能够在家里回想 而很多家长不能够这样做到 涉及到理性态度甚至是智慧 比方说有的时候 你稍微等一下 可能是为了以后 更好地快起来 像那个电影台词 当年那个老电影 叫做南征北战 同志们 我们现在大踏步的后退 是因为以后 是大踏步的前进 对 我马上接李老师 刚才这句话 我特别想到那句 他刚才说我们走得太快了 特别像那句老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但是我们还忘了 后面还有一句话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其实再说一句 刚刚刚刚刚刚就想说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说家长说 最怕的就是小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我很多专家也说过了 其实整个树木的过程中 是像一个马拉松 何必在乎那一点点起跑线 马拉松是慢慢地 循序渐进地再往上跑 为什么偏得那么急 差那么一小段的时间呢 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心态 这一点是不是 老寿曾经说过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 还是有一种所谓囚徒心态 总觉得说我但凡是慢了一步 很可能以后没吃的了 其实我真的要好好劝 这些年轻的父母 你的孩子如果迟了半年去上学 你的孩子的自信心 其实是会更强 你在班上 从小在班上 你一直是在前面的 你反而在以后成长的 那个心理建设上 是非常好的 你们真的要重视这一点 而不要急着说 你孩子怎么没读小学 怎么会丢脸 不是这样 教育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你集中一定要 这方面不妨学一学 前地带马的智慧 有的时候这个智慧 尽管说好像有点刺激其人 但是确实有哲理的 台湾人家 有点刺激其慢 我也要想不妨学一学